哈喽,你们好呀 春天已经来了 有时候总觉得懒懒困困的打不起精神来 今天我们一起来做一道炒乌冬 不用宽油门火 只用泡菜提味 简单开胃 不仅能轻松光盘 吃完还能神清气爽 首先我们准备配料 洋葱切片后把它们拆成丝 蒜头要把它先拍碎 然后切片 更加容易入味 小葱的部分 把葱白和葱绿部分分开 分别切成三到四公分的小段 喜欢葱味多一点的朋友呢 也可以切一点葱花最后撒上 不喜欢或者怕麻烦的嘛 就直接pass吧 毕竟咱也不是刀工考试 咕咕可以增香增鲜 就放你喜欢的吧 我觉得白玉菇和蟹味菇都很好吃 把它们小心地掰开 切去根部 处理干净 备用 再接下来我们处理肉类 鸡胸肉的口味比较清淡 用重口味的泡菜提味很是不错 当然啦 五花肉和肥牛片也很适合 成年人嘛 不用做选择题 喜欢啥就放啥 鸡胸肉切片后 我们来给它调个味 用一点盐 酱油 生粉抓匀 然后用食用油分层 防止水分流失 等一下会比较嫩 就这样腌制10分钟 起锅前我们调个酱汁 一勺酱油 一勺米酒增加香气和甜味 崇明米酒的味道真的不错 可以试试 再加一勺蚝油 搅拌均匀 我朋友说苏小厨的节目 缺少了点烟火器 来卡式炉 安排 点火热锅 我们开炒 第一步我们就先来炒肉吧 将鸡肉片划散 尽量把它们都摊平 煎到两面略微出现焦色的时候 就差不多可以盛出来了 第二步 在原来的锅里煎个糖心蛋 让它们亲自相间 小火煎加两勺水 加盖一分钟 你会得到一只低脂健康 又美丽的糖鞋蛋 接下来开大火 下洋葱 炒到洋葱略微变得透明 然后加入军菇一起翻炒 再加上葱白蒜片增香 等到洋葱断生 军菇变软以后 我们加入泡菜和少许的泡菜汁 混拌均匀 像这样包装的乌冬面啊 不需要提前解冻或者过水 直接放进来 淋入之前就准备好的酱汁 再加入一小碗热水 以及刚才炒过的鸡肉 轻轻地搅拌均匀 确保乌冬面都能浸润到汤汁 然后调中火 加盖焖煮两到三分钟的时间 很快 屋子里就飘起那一股浓郁的泡菜那味 看着锅里的汤汁被乌冬面吸收得差不多了 可以偷吃一小口尝尝味道 再加一点盐和糖调整一下最后的味道 汤汁收干之前加入葱段拌匀 然后就可以关火盛盘了 现在也可以再加一点新鲜的泡菜进来 会得到不一样的口感 新鲜的泡菜凛冽爽爽脆如疾风 翻炒过的酸甜温润如细雨 完美 点缀两颗小番茄 红彤彤的喜庆 别忘了我的灵魂煎蛋 一下子就提升了整盘菜的胭脂 最后的最后 这包是从小朋友手里骗来的芝麻夹心海苔 一起加进来 怎么样 瞬间看上去高大上了 哇 来看看这诱人的流星蛋黄 裹在浓郁酸爽的面条上 辣味被中和了 酸爽鲜美倒是更加的突出了 真的是非常满足 快点一起来跟我试试看吧 谢谢你陪我做完了这道菜 希望你也能喜欢呀 记得订阅苏小厨的频道哦 感谢你的每一次点赞和留言支持我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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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